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州 一个富庶而美丽的城市 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这里创业 胡小珍和他姐姐胡珍来苏州两三年了 胡小珍的QQ空间里存着好多他姐姐的照片 一个清秀漂亮的女孩子 姐妹俩感情很深 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 也不住在一起 但常常见面 2013年2月22日 胡小珍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 说她姐姐出车祸 关于车祸的电话是从福建武夷山打到姐妹俩的家乡安徽影上线的 是胡小珍的父亲接了 用的是胡珍的手机 但打电话的却不是胡珍本人 她自称自己是脚瘾 现在在危险出车祸了 出了两十一场 她也叫你女儿现在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心脏被击压了 要及时要需要治疗 医院只电一万块 现在只需要五万块钱 你赶快把 赶快把钱打过来 胡珍的父母完全慌了 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对方已经把账号打过来了 他卡好也是我女儿就卡好 我一猜一猜是他在这里 你卡 胡珍的父母还是怕受骗上当 所以并没有急于打款 而是马上把事情告诉了同在苏州上班胡小珍 胡小珍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就给姐姐又打电话又发短信 电话终于打回来了 果然是一个男子的生命 他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他妹 他妹嘛 我问他你是谁 他说他是交警大队的 交警大队的电话 让胡小珍对姐姐非常担心 因为就在两天前 胡小珍的确收到过姐姐的短信 说他跟同事一起去武夷山旅游 难道真的出了车祸 因为明白一些防范电信诈骗的常识 胡小珍就多了个心仰 问了问那个男子的信息 然后就是我问他 你叫什么名的 他说他叫张瑞华 我说你公号多少 他说P12478 胡小珍马上打电话 给武夷山交警大队 没有查到这个男子提供的信息 胡小珍意识到事情严重了 就找到姐姐胡珍所在的单位 苏州的一家大型超市 超市主管说 胡珍休年假了 他们单位根本没有人去武夷山旅游 主管也拨通了胡珍的电话 还是那个男子接的 问他武夷山的区号 他也不讲 他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查 问他就是在哪个病房 然后在 他说在武夷山市医院嘛 胡小珍打电话给武夷山市医院 医院说 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车祸造成的伤者 胡小珍由此断定 这是一个骗局 可是这个骗局跟姐姐有关吗 会不会是姐姐与男子合伙骗父母的钱 姐姐在哪里 为什么姐姐的电话和银行卡 都在一个陌生男子的手中 当胡小珍带着这些疑问 再次拨打姐姐的电话时 电话却再也没有接通过 所以我姐是不是手机丢了 还是终于被人抢了 反正就很担心她的安全嘛 钱没被骗走 姐姐却不见了 胡小珍给他所知道的 姐姐所有的熟人打电话 在他租住的小区周围四处打听 可是没有人知道姐姐的下落 她认真地观察姐姐的住处 想找到哪怕一丁点的线索 她那个衣服嘛 就是就像水酒一针放在那里 就像刚收过来 直接放在另外一张床上的 我进去第一眼就看到密码箱没有了 密码箱没有 正说明姐姐带她出去旅游了 胡小珍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但她没有想到 几天之后 这个密码箱 却给她带了一个巨核的新房 五天过去了 没有姐姐的任何消息 父母也从安徽老家赶来 焦急了一家人 但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就来到苏都市围艇派出所报案 民警仔细询问了情况 初步断定 这是一级人口失踪案 决定对胡小珍的父母提取DNA 以便以后查找比对相关信息 以后如果说发现无名师 或者说也被害了 在那河里面淹死了 或者说其他的什么情形 然后我们可以比对来找到深远 报警后 胡小珍的父母几乎天天到围艇派出所 询问情况 民警们耐心的安慰和劝说 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有关胡珍的线索 胡小珍上的是夜班 白天就去寻找姐姐 3月3日这天 当他下班回到租住的小区 一张跨塘派出所当贴的悬赏告示 引起了他的注意 告示说近期在跨塘派出所辖区 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告示上呈现的一个密码箱 让胡小珍觉得非常眼熟 我妈说那箱子是不是我姐的 我说不是的 我妈也很担心她以为是的 胡小珍对父母说了谎 她认识那只箱子 就是姐姐的 怕父母担心 她悄悄地给跨塘派出所打了电话 下午两点钟就把我 接到这边来了 来问笔录 一直问了七点钟 跨塘派出所与围艇派出所的辖区相邻 两个派出所的民警 沟通了案件的情况 他们并没有告诉胡小珍 那只密码箱来自哪里 也没有说明那起刑事案件是怎么回事 只是让她回去耐心地等待 配合警方的调查 然而胡小珍一直想知道 姐姐是不是跟这起刑事案件有关 姐姐有没有生命危险 姐姐什么时候可以再回到她的身边 悬疑重重 密码箱究竟透出什么秘密 少女惊魂未立 DNA又显示出怎样的结果 一步未平 一步又起 神秘的转信 究竟竹子谁之手 姐姐你在哪里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两天前 也就是三月一日 华堂派出所接到报案 说在该所家区内的一条小河里 两个打鱼的人发现了一只箱子 箱子里有可疑物品 沐宁高速公路的一个绿花在边上的小河里面 有一个半路于水面的拉杆箱 两个捕鱼人出于好奇 把这个拉杆箱拉到暗上 就把这个拉杆箱拉上来 打开看了一下 然后当时发现这个拉杆箱里面 有一个塑料袋 经验丰富的民警发现 塑料袋里装的物品很像尸块 觉得案件重大 立刻向苏州市公安局报告 侦察员和法医赶到现场后 对物品进行了批评和查验 确系是人体组织 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 这是一起凶杀案的抛尸的现场 只是被害人身体一部分 对于具体被害人的身份情况 当时还没能确定 根据法医学的判断 应该在22岁到24岁之间 这样一个年轻女性 由于没法判断人体的全貌 警察在现场周围 进行了严密的搜查 但是收效甚微 里面的包装这个人体组织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塑料袋 它是一种包装工业产品或者说原材料的一种专用的 质量比较好的比较坚韧的一种塑料袋 这个拉杆商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用来运势的一个工具 并且是从这个被害人家里面带出来的 现场民警对人体组织提取了样品 送往苏州市局进行DNA检测 而本案也震动了苏州市公安局的各个智能部门 公安局长张岳进曾经四次到现场和办案前线 亲自参与到侦破的具体细节中 并且大胆地提出了对案件的推断 高速公路抛市下来 这个要走那么要拐几个弯 要进入抛市那个点 它有几十米 那么这个是因为那个路晚上走的人还比较多的 它如果这个时候高速公路停在那个地方 它下来 然后抛进去那么一段 没这个必要 张岳进的推断及时纠正了侦察人员的想法 没有在高速公路抛市这条四路上走得太远 而是把目标对准了案发现场及周围的环境 我们为了防备这个万一 把这个我们沪宁高速出入口的 所有的我们的车辆的进出的监控资料 和抓太资料都预议了提前的这个调取保全 以备不适之虚 同时他们在跨唐镇的各个小区进行了严密的排查 尤其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小区和城乡集合部 终点对市中人口或符合现场条件的年轻女性进行核实 我们要进行一些矛盾的排查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去年以来发现 有哪些夫妻之间有剧烈的矛盾啊 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有剧烈的矛盾啊 甚至于报过去有公安机关来处理过的 为了查找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 民警们也上门走访 看看能否找到与现场相似的白色塑料袋 和咖啡色的拉杆箱 排查之外 苏州市行政支队抽掉了大量精通视频技术的人员 进行视频侦证 马上那个发到哪个自从那边 抓紧时间看看 我们把事发现场周边 还有被害人占住地周边的所有的小区监控 社会面监控 包括饭店超市的监控 银行的监控 包括所有的公安交管 还有城管的监控 全部都调阅了一下 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 排查和视频研判都没有结果 为了广泛征集线索 民警们印制了5000多份悬赏告示 张贴在跨唐镇的每一个小区 3月3日那天 胡小珍和她的母亲看到的 就是其中的一张 根据胡小珍提供的情况 仍然不能断定 受害人就是她的姐姐 为了不使胡小珍和她的家人受到惊吓 民警们对他们封锁了消息 同时到围庭派出所 提取了胡小珍家人留下的DNA 很快 苏州市公安局DNA检测室 传来了检测的结果 死前由我们去围庭派出所提供的 失踪人员的父母的DNA 和现场在尸块当中提取的DNA 比重了 发现了两者之间符合这个亲缘关系 从而最终确定了这个失源的情况 就是这个胡某 DNA不会撒谎 虽然人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结果 可是DNA显示 这位被害者就是胡珍 警方再次叫来胡小珍询问情况 胡小珍讲述了她与姐姐所见的最后一面 那是在二月二十号的上午 胡小珍刚刚上完夜班 就去了胡珍旧职的超市旁边 最后一次见我姐 应该就是十点多左右吧 那是姐妹俩很平常的一次见面 胡小珍说 姐姐已经准备好第二天休假 而且约定晚上再通电话 胡小珍在当天晚上果然收到了姐姐的电话 她晚上跟我联系的 二十号晚上给你打个电话 是的 十点多 她说 让我明天早上下班吧 去拿点东西 拿什么 她没说什么 反正要么就是用的 要么就是吃的 半天话都是这样的东西 她给我 然而就在这个电话之后不到一个小时 胡小珍却收到姐姐的一个短信 而这个短信让她十分意外 因为姐姐跟她联系 一向是打电话 从不发短信 为什么突然用这样的方式通知她 夜深人静 包头藏尾 谁取走了七百块钱现金 艰苦取证 审慎研判 拉杆香 暴露罪恶玄机 严密不空 步步追踪 行走间 抓捕时机 瞬息降临 姐姐 你在哪里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2013年2月20号 22点50分 胡小珍的姐姐突然给妹妹发了条短信 她说明天不用过来 然后我同事约我跟她去外地玩 这个短信让胡小珍感到几分意外 一是胡珍突然提出去旅游 二是不打电话 发短信 因为她一般情况也不会发短信给我的 很难发短信 都是直接打电话给我 胡小珍在接到姐姐的这个短信之后 就把这事放下了 姐姐那头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一无所知 警察却敏感地意识到 就在发送这个短信前后 胡小珍的姐姐肯定发生了意外 经过排查 果然发现 在发过那个短信之后 不到三个小时 胡珍的银行卡上少了七百块钱 发现胡珍的有一张银行卡 在二十一号凌晨的一时许 一点多钟 在我们跨堂 派出所辖区的 有一个自动取款区上 发生过交易 交易的内容 就是这张卡里 被提取了七百元现金 那么剩下来 还剩四十多块这些余额 胡珍有什么提示 以至于要在深夜一点多钟去取钱呢 难道那时胡珍的银行卡 已经在别人手里了吗 经警方查验 这张银行卡的卡号 与那个冒充交警的男子提供的 让胡小珍父母打款的账号 完全相同 这说明 提款的人 极有可能就是那个 制造车祸骗局的人 会不会就是他杀害了胡珍呢 此刻找到提款人 成为放案的关键 民警们调集了 胡珍租住区附近 多个ATM机旁边的探头录像 夜以继日 反复查看研判 一个用白色围巾 裹着脑袋的取款人 引起他们的注目 上次取款的路上掉出来笔队 当晚 明晨一点钟 那么嫌疑人呢 是经过了精心的伪装了 戴帽子 穿厚衣服 甚至用上了被害人的围巾 估计是想把自己伪装成被害人 民警们经过反复研判 确定了取款人的几个明显特征 戴黑便眼镜 瓶口 圆领 中档身材 尖叫官 然后去找就是跟嫌疑人的走路的姿势啊 步态啊 身高啊 着装有类似的 这么一个就是人去比啊 用图像去比图像 发现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没有出来 没有走出过这个小区的大门 这说明犯罪嫌疑人 在这个小区里面 有落交点 或者说犯罪嫌疑人 有可能就是居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的人 又经过细致的比对 一个比较熟悉的物品出现在画面里 那是与在阿瓜现场看到的 一如一样的拉杆箱 从海洋监控中呢 我们找到了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嫌疑人 拎着被害人的那个拉杆箱 也就是最后装饰体的拉杆箱 进出小区的监控 被我们捕捉到了 拉杆箱反复出现在多处监控摄像头下面 同一件物品 同一个人 再加上与区块人完全相符的体貌特征 侦察员基本锁定了 嫌犯是居住在跨唐辖区内的刘峰 我们逐步逐步的通过我们这个视频接力研判 还有我们这个走访调查这样的几个手段 把这个犯罪嫌疑人面目 一步一步的把它的刻画出来 突出了出来 刘峰 安徽苏州人 大专毕业 曾在广东打工 已婚 两年前与妻子一起来苏州打工 我们了解到这个人 他夫妻关系不好 经济拮据 目前无业 成天在游荡 这个人完全有作案的时间 或者说他有部分的作案的一些动静 从获得DNA的比对结果到锁定嫌犯 只用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 可是离胡小珍接到姐姐遭遇车祸的消息 已经将近半个月了 谁都不想再受煎熬 掌握了这些外围的大量的一些情况之后 我们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刘某实施抓捕 3月6日苏州市公安局行政支队和跨唐派出所的民警联合行动 对刘峰实施抓捕 抓捕的过程经过严密的部署 选择刘峰和妻子外出的时候寻找时机 为了万无一失 防备刘峰有其他的反抗或报复行为 警方安排了大量工作人员 多辆机动车全程跟踪 在后方指挥部安排我们的情务指挥室的监控中心 沿途的所有的监控资料 视频资料实际上是现场直播给了指挥部 他就上了公交车之后 他在路上整个的一路的行走的过程 全部都在我们的视频监控之下 他会观察周边的环境看情况 那么我们实际上也注意到他的这一点 所以我们跟踪的民警就没有靠着他非常近 则是不脱于我们的视线为主 为了从心理上震慑住刘峰 警方设计了严密的判断 要对他形成太深压力之事 绝不允许他有反抗的机会 就要对他一个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 让他知道环境是无用的 末日来临的 最后呢我们是一定 在他下车的那一瞬间 思想比较放松的那一刹呢 我们是18 时机已成熟了 公共汽车靠站 刘峰和妻子下车 跟踪他的侦察员互相使了眼色 突然行动 自他被抓一直到 我们带到我们的这个审讯地点 他一路上都是一言不发 非常的反差 这更加证明我们前期的判断 以前期我们的查证工作 是非常有效的 倒是刘峰的棋子 一直在不停地 向侦察员马虎响叫 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我老公怎么了 他干了什么事 说明他知道 这个刘某必然干了什么 亏心的事 物证 旁证 意淫俱全 沉默只是在拖延心里的煎熬 压抑和苦闷 挣扎和堕落 为什么会变成可怕的罪恶 悲剧已经发生 孤独的妹妹 到哪里去寻找姐姐 姐姐你在哪里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归案后的刘峰 一直保持沉默 不管警方怎么劝说 都是一言不发 二十四小时过后 才问警方 她是否可以请一个律师 警方抓住这一时机 主动为她提供法律服务 可是她又沉默了 倒是刘峰的妻子很配合 向警方讲述了 二月二十日那天夜里 刘峰的一些反常行为 就是一进门进来的话 还没脱衣服的时候 就给了我七百块钱 刘峰与妻子结婚三年多了 生有一个女儿 放在妻子娘家 刘峰工作不顺利 常常失业 已经几个月 没往家里交钱了 那天晚上 交了七百块钱之后 还有一个反常的举动 警方对刘峰 在苏州的租住地 进行了详细的搜查 卫生间里的各种物品 都已清洗干净 没有找到相关的遗留物 可是在客厅里 他们看到一个白色的塑料袋 与案发现场 拉杆箱里的那种塑料袋 完全一样 拥有这种同样类型 同样材质 同样大小的塑料袋 并且这个邻居讲 这个塑料袋 是他从厂里带回来的 然后这个犯罪嫌人刘某 曾经在案发几天前 向他借过三到四个 这样的塑料袋 掌握了这些新的证据之后 参加预审的民警 心里更加有底了 他们从人情 家庭 法理等多个方面 对刘峰采取了更加有利的劝说 并针对刘峰 理工科出身的特长 给他处理一个二元一次方程 就是X加Y等于Z 我说是的 我们就打个比方 这个X就是这个案件事实 Y是各种情节 包括至少 立功 坦白 这些法定情节 或者是酌情情节 这个Z就是你之后 将承受的后果 这X大家都知道 这个案件事实 肯定是过去的事情变不了的 也就是这个Y 你的各种情节 来牵动 它的变化 就牵动了 最后这个Y 你要承受的后果 经过耐心的劝导 两天两夜之后 柳峰终于交代了罪行 他说 他与受害人胡真 是在2012年 国庆节期间认识的 偶然间 看见这个女孩 然后听她声音 蛮好听的 而且也是老乡 就过去搭讪 我给我老婆分手以后 离婚以后 才会给她正式的 那种骄傲 所以之前一直都 隐瞒着朋友 家人 所有的人 本来就感觉 婚姻受挫的刘峰 对胡真产生了感情 甚至把大零工 挣来的钱 也不再交给妻子 而是交给胡真保存 2月20号那天晚上 他想从胡真处 要个一些钱 去给妻子交房租 两个人发生了口诀 他就说 你太朦弱 你为什么要看着老婆 真实确实是这样的 刘某这个性格是很懦弱的 不管是在家里 跟家里跟父亲也好 跟兄弟也好 跟他妻子也好 都是很弱势的一方 胡真的话 自到了刘峰的痛楚 他被压抑已久的情绪爆发 神奇当时是不要让我说话 我当时就是我当时不让他说 后来我们就说死打 死打来回来的推长 推长后来急了 就掐着他的脖子 就两只手一起去掐 鞋在被害人身上掐 一直掐一直掐 他当时自己 一直掐到他自己 没有力气为止 他才歇下来 双手掐住了胡某的脖子 并且力度越来越大 使之这个胡某窒息死亡 这时候正是晚上十点多钟 刘峰害怕了 他知道胡真还有个妹妹 并且听到胡真给他妹妹打电话说 第二天要到他这里来 他怕事情败露 就用胡真的手机 给胡小珍发了一条短信 阻止他过来 所以说他想到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要稳住胡某的妹妹 不要让胡某的妹妹 到这个胡某的散住地来 当时天真的胡小珍还以为 姐姐真的是去旅游了 其实从这条短信之后 胡小珍收到的每一条 来自胡真手机的短信 都是流风发的 包括自虚乌有的武夷山车祸 和所谓的交警信息 当天晚上 流风用胡真的银行卡 到ATM机上取了700块钱 回到自己家里 把那700块钱交给妻子 一夜惶恐不安 第二天 妻子去上班了 流风再次回到胡真的住处 守着胡真的尸体 蒙盛了诈骗胡真父母的念头 开始编织武夷山车祸的谎言 老师只是心里想 骗点钱 然后安换一下家里的行为 开始贪恋 就又想从他父母那里 再骗取一点财物 流风自知罪大恶极 在职人现场的时候 面对小河之外的另一个抛尸地 悔恨的跪了下去 我都可以到处 刘峰 刘峰在等待法律的判决 民警们并没有为成功的破获这个案件而感到高兴 更多的是对刘峰的惋惜和对胡珍的悲悦 还有对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安全警示 胡小珍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 他已经从警方那里了解到姐姐的悲剧 可是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有时他觉得姐姐好像真的出去旅游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常常将他从这样的幻想中惊醒 有时他也会抱怨姐姐从未跟他谈起过流风 如果姐姐能将自己情感上的纠葛告诉他 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霓虹灯下城市中心年轻女子接连遭遇绑架 漆黑夜晚 荒郊野外 知道歹徒他们有勇有谋 面对强敌 柔肉女子最终如何死里逃生 少女逃生记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